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邓国胜教授 邓教授您好 我们都说乐善好事是一种美德 最近在浙江义乌就有一个六点半暖周铺 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新闻焦点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个暖周铺的发起人 也是这起市周新闻的主角林如新先生 一起来看一看发生在他身上的市周事件 今年4月4日 对于浙江义乌的林如新来说 是个不平常的日子 一大早六点半 他就来到了义乌市人才市场门前 这一天是他的市周摊关张的日子 好了结束了结束了 林如新所说的结束了 是指给路人免费施周的活动结束了 今年农历的大年初五到清明节 一共65天的时间 每天早上他都带着馒头和粥 在义乌市人才市场门前 免费发给来找工作的打工者 主要是经历他们困难 不容易找到工作 第二个呢 都持留在义乌好度厅了 他们带来的请都很少了 百把两百块钱 我们呢 对象也就是为了紧轻负担 在义乌的生活的时候 紧轻他们开少 林如新今年50岁 在义乌经营一家文化公司 在他老家温州 一直就有这样的传统 一到夏天 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人 就会掏钱摆摊 烧福茶 给来往的路人去属解渴 后来逐渐变成了 每天早上熬粥给路人 我们那边也有这样的风水 逢50岁的 逢60岁的 做点好事 义乌是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 全国各地的打工者 都想来到这里 林如新说 看到这些打工者 让他想起自己当年创业的艰辛 于是他想在义乌搞一个石舟摊 来帮助他们 今年农历大年初五 林如新的石舟摊开张了 第一天我没经验嘛 我想自笑一笑 看有没有人吃 我确定最最怕的就是没人吃 我这么希望馒头拿得出手 如果没人吃的时候 我说我是不是要 更好的食物拿出来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第一天林如新带着他的三桶粥 和六百个馒头来到了义乌市人才市场 担心没人来吃 林如新还准备了宣传的棋子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第一天场面异常火爆 我这个西饭馒头拿到出来呢 整个市场轰动 哇了一下就把我 一下子所有的队伍也排不起来 抢不抢了 看到这么多人来吃自己的粥和馒头 林如新很是激动 很快他把食物的数量增加到 每天四桶粥两千个馒头 但是这种踊跃的状态 让他非常担心 哎呀我是这样抢人出人命啊 这么急啊这么人命 东西拿不到拿住了拿死掉 十个二十个拿去 拿不到的几个都拿不到 第二天我又在想 咋办啊 林如新也没想到 自己的馒头和粥会这么受欢迎 但是每天只有他的几名员工 和亲戚朋友来帮他施粥 人手不够 根本顾不上维持秩序 没几天林如新失州的事 在义屋就传开了 许多当地的市民 都义务来帮助他失州 这些志愿者有年轻人 也有退休在家的老人 在他们的帮助下 林如新的失州摊 变得像模像样了 每天早上都来拍照来吃饭 这个老板很好 免费大家吃饭 其实这老屋市场 很多人都需要这种简单的救济 既然失州摊受到众多打工者的欢迎 为什么会出现片头 只坚持了65天就关张的场面呢 只要是我们的卫生 还是打不到要求 林如新说 自从他失州以来 受到了许多媒体的关注 然而在失州过程中 他自己也有困惑 今年4月1日 义屋市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 曾经检查过失州摊的卫生 他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隐患肯定有的 我们不能保证 他们这些服务人员也好 叫义工吧 就是到底是不是身体是健康的 这个第二个呢 这些碗筷的消毒还是不到位的 林如新说 帮他失州的志愿者 确实都没有健康症 这是当初他没有想到的问题 而碗筷的消毒 他还是比较注意的 在卫生监督所走后不久 4月4日 失州摊就停了下来 不少网友认为 是卫生监督所叫停了失州摊 陈所长说他们没有叫停失州摊 因为失州摊是非盈利性的 不属于他们的监管范围 但是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集体聚餐 食品安全问题 他们也不能袖手旁观 像这种集体聚餐的行为 是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 所以我们卫生间的部门 也要主动的去提供一些技术指导 提供一些服务 目的就是不要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陈所长说 4月1日 他们只是初步查看了 失州摊的卫生状况 而他们更关心的是 加工点的卫生 这地方是 所有义乌 目前做馒头的 质量做得最好 卫生条件最好 林如新带我们来到了一家 位于义乌市郊的 食品加工点 他的失州摊 就是从这里进货的 这个是你的那个 卫生许可证是吧 什么时候办的呀 有8年11月18日 你手下有多少个人啊 10多个 10多个 他们有健康症吗 健康症有 馒头厂的老板 给我们出示了 他的卫生许可证 和所有员工的健康症 可见 加工点的证兆是齐全的 也就是说 卫生隐患仅限于 失州现场 而失州现场的卫生问题 应该是很好解决的 那么为什么林如新不再继续失州了呢 这么大的人群天气越来越热 清明节过后天气越来越热 食物也越来越难保存 如果继续下去 林如新说 他不敢保证食物的绝对安全 其次 这些志愿者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每天起个大早来义务帮忙 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影响 除了卫生 人手等问题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资金了 我就想给人家 今天给人家吃的时候呢 就想吃15天 也就是在2万多块钱 然后 为什么是15天呢 因为我只有这么多钱嘛 林如新计算了一下 每天他能够发放1000碗粥和2000个馒头 费用是1200块钱 他预计拿出的2万块钱 只能够支撑15天 之后他就打算结束了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这期间 他陆续接到了不少人的捐款 这个牌子啊 是我们每一天 谁赚来的钱 我们就写在这里 温州商会是5天6000块 路上商会是12天12000块 定力据两天是学雷锋 那时候来注意一下 天气差注是一千二一天 每天林如新会把捐来的善款做个登记 同时善款的去向也有账目 但这是不是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呢 实际上严格的讲 就他自己个人就要这样吸收这个资金的话 它是不合法的 目前 与就责捐账法的办法有矛盾 医乌市民政局副局长何其寿告诉我们 搞募捐要通过民政部门的审批才可以进行 而资金的来源和去向都要接受监督 他呢 多次都准备 做一段时间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跟他进行更多的 下一步怎么做交流 林如新说 目前已经有人跟他联系 愿意出50万来支持他 继续把石周摊搞起来 他自己也想整顿一段时间再来 就在林如新的石周摊关张的时候 距离一屋200多公里外的温州 有个石周摊 红红火火的开了三年了 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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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温州的石周摊叫洪志亭 位于温州市中心的华盖广场 是由一群退休在家的老人发起的 他们都住在华盖广场附近 这里得到了外地打工者 和一些生活困难人群的一致认可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来排队 和一大碗热腾腾的香粥 打工者告诉我们 他们的收入不高 每天在这儿吃一顿早餐 能减少他们的开销 那么他们会不会关心 这些食物的卫生和安全呢 我觉得餐馆还没有它卫生 餐馆里的东西嘛 也不用什么方便带呀套起来 它这个还好一点 做它其实就经过那个高温消毒嘛 感觉应该还可以 反正它那个 这个用方便带套着的 感觉挺卫生的 然后筷子一般都是消过毒的 然后拿起来做它筷子还是挺烫的 感觉还开始消过毒的 与义乌的湿州滩不同 温州洪日亭湿州滩的粥和小菜 都是这些老人们每天自己制作的 餐具坚持高温煮肺消毒 尽管从来没有人质疑过 他们的卫生问题 但是老人们非常注意 那么对于红日亭湿州滩的食品卫生 温州市卫生局又是如何进行监控的呢 温州的民间慈善活动是相当有传统的 以前每到夏天老人们是出来试服茶 到了2006年开始试州 起初老人们是自己拿钱出来 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捐物 这个本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现前去制造 收过来的钱都要放在那儿登记是吧 说话的这位老者叫朱永林 是红日亭湿州滩的发起人之一 主要负责管理账目 红日亭湿州滩收到的每一笔捐款捐物都会登记在册 而他们的账目居委会定期会来人检查 人家的钱给你四周的 你说是不是你把这个自己这个账族的不好 这个我们就要管理的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慢慢的要帮助它 规范用作 使这个社会爱情人士的捐的钱啊 物啊都能的话呢 捐款捐用 温州市民政局救灾救济福利处的刘处长说 目前红日亭湿州滩还不具备在民政部门登记的资格 所以民政部门委托居委会来进行管理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就在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 我们听说一屋市人才市场那边又有人继续失州了 而这次的组织者不是林如新 现在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目标 现在呢既然他们嘛 已经在做嘛 我们就算了 这个新的石州滩是一个精华的老板组织的 他承诺在一屋的石州会坚持十年 目前一屋市的相关部门准备与他沟通 帮助他把新的石州滩做得更加规范 邓教授我们常常说慈善无大小 那您看这一次林如新做的这个事 很多人也都认同他的做法 但我们现在也看到在他这个市州行为当中 也是存在一些问题 存在一些风险 您会怎么样看待他的行为呢 从特别是从我个人的这种感性的角度 我是非常钦佩他的这种行为 但是从这种理性的角度 从我们这种专业的角度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佳的这种选择 就是说如果他是个人直接来做这种慈善的 有用的这种慈善的效率未必是最高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有时候他要承担很大的这种风险 比如说他这个有人吃坏了肚子 他可能就要承担这个无限的责任 如果一个人他可能还能够赔得起 如果是一批人吃坏了肚子 或者说出现了什么问题 所以他这个责任就会更大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资金管理方面的这个责任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个人去做这种慈善的 你有时候你很难去识别谁需要救助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组织 他专业化程度很高 他就相对来说 他就比较容易去识别 谁是真正需要被救助的对象 是不是他还是跟那个 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组织有一定的差距 对 刚才你也说到慈善是希望人人都去参与 但是人们参与这种慈善 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你路边遇到一个乞丐 你就给他卷几块钱 这是一种传统的这种慈善 那另外还有一种呢 是这种现代的慈善 比如说这次这个文川地震 有成千上万的这种志愿者 去这个灾区奉献爱心 那我们去调研的过程之后 我们就发现 其实灾区老百姓和灾区政府 更欢迎那种 就透过资产组织去做志愿活动的志愿者 一个是他平时有训练 所以他更加专业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他可持续 所以我们说要做好慈善 不仅仅需要你有一颗爱心 同时你也需要有规则 那我们刚刚在这个片子里面呢 也看到在温州呢 还有一个洪志廷 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相对于林如新的这个市周行为而言 他是不是更加有组织一些呢 对 他的组织性会更强一些 所以呢 他也得到了很多政府方面的这个扶持 但是呢 他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现在的慈善组织 因为他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如果他登记为一个正式的 这样一种组织 首先这个他具有合法性 所以他会有组织的账号 也可以鼓励更多的人 对他进行捐赠 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个 市周的事业做得更大 可以更持续 你说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应该说现在社会上 想一些爱心的人特别的多 对 但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大伙的这种爱心 能够纳入到一个很正规的轨道上来 同时呢 也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 我想最关键的一点是 要让这种爱心人士 有一个奉下爱心的这种平台 也就是说 能够更方便的去登记注册 这种慈善组织 那其实我们国家这几年呢 在这个方面呢 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比如正在修订 社团登记管理条例 民费登记管理条例 和基金会这个管理条例 那么可能呢 也会降低这个 慈善组织 准入的门槛 准入的这个门槛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政府应该加到 对这种民间慈善组织的 这样一种扶持的这种力度 比如说给一些民间慈善组织 你认为它也是有助于 这种构建和谐的社会 那么我们政府呢 就给这些慈善组织呢 一些这种资金上的 这种资助 我们国家最近也在 想这个 起草这个慈善法 也是想进一步的推动 这个慈善事业的发展 给民间慈善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说啊 做慈善是 符人玫瑰 手有余香啊 做慈善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呢 也使得我们的内心 洋溢着快乐 我们也看到在2008年啊 从冰雪灾害到汶川地震 民间力量在社会救助当中 可以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中国民众 在2008年他们的慈善热情 也是到达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我们也期待着相关的法律法规 能够紧快地完善 让每一个小小的善举 都能够得到英勇的色彩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孙教授 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接着说法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